小青在臺北市只有蛇鐵站還有選民單內 他之前還有民眾黨員在期盡 你第一有拉財效果 那你今天我們來幫小青 選舉就是要很努力啊 所以當然不是拉財 是自己我們第一個要配合他的需求 然後第二個就是除了情況還是情況 那我們會盡力爭取是一個 我們會盡量選舉 然後最近像這次國民黨的影響 有76會是畫五個檔 然後再解決說是不是你拉裝成 我們怎麼看的 我覺得國民黨的領長 其實他們都很清楚的意識到 基層的服務是不分籃目的 那這也是跟我二十四年 在當民意代表的立場是一樣的 因為市民台北市民 你做任何的選民服務 都是沒有顏色的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是有心中平常 就是大家應該去列進市民的需求 而是緊守自己政黨的利益 你們專訪的中央到底有沒有檔疫苗 說你們當時有找了D&D莫德納的廠商 代理商來看 然後但是前兩天是說 市值4.3疫苗的預算要只有信件來看 我們去巡假 去了解所有的程序 然後市長也親自去拜訪陳時中 當時他們的說法是 他們已經都買了 我正式的回公文給我們 我們拿了公文去跟議會報告 議會把這個商務 過程就是這樣 台北市如果能買 我們當然是去買 可是他的公文顯得很清楚 他買了 因為要他統一調育 這三所有東西要經過他 所以後來我們把這個公文 委員會跟議會做溝通 議會認為說如果是這樣的話 中央聯買了 他說我們就沒有需要了 所以就把這個 大家就把這個商務調出去 所以也許是我們過度相信 前面就對了 現在看起來是 當時我們應該 真的不能相信 因為當時 就出現的中央現在 一直說是大陸在打疫苗 可是當時明明要求 這個慈基跟鴻海 要有這個原廠授權 那到最後他們再見過 蔡總統之後 又紛紛都可以就是進 這個買進疫苗 那是不是很光明 那到底是誰在打疫苗 就是難道是蔡總統在打疫苗嗎 那這個所謂的原廠授權 不是到底是在要求 我覺得事情答案就是 原來他也是訂出了 最18個 18個人件 我覺得結論是你看 大家不是發聲明說 感謝政府 協助我們三個單位進的疫苗嗎 那我覺得很奇怪是 中央可以協助實際 協助紅台 協助台積電買疫苗 怎麼沒辦法協助自己買到疫苗 對吧 所以如果是的話 那他自己不買疫苗 那難道還是原來的打 但其實他接受專訪的時候 他有提到說 當時候有很多的前客 他覺得是騙子 甚至有一位是說 那時候跟他自稱跟台北市政府接觸過 然後哥市長那時候也說跟台北市政府接觸過 結果他說那個人後來有去找他 還說背後有什麼歐洲皇室 副市長也有聽過類似的這個 我們都是跟代理上直接次訊會議的 所以我們扶持到這個事情 但是重點是在於說 如果沒有人打疫苗 為什麼會脫兩三個月 第二個為什麼後來還是買不到 那如果政府是想方設法要去買疫苗的話 也不會去怪東怪西怪別人 我覺得重點在於說 疫苗沒有提早進來是事實 現在再回去看就是 當時在人民最需要的時候 你們做了什麼事 這已經很厲害 吳子佳是說高端的背後有巨額的利益 就算是貪污 建議檢調應該要查辦 我相信如果有相關的證據的話 適度檢舉或檢調應該是都 我相信檢調也應該會 查明的真相 這個事情就交給專員去查吧 為什麼這樣每天爭吵也是什麼問題 不是我們怎麼看 因為是搞這樣 之前在議會沒有進行 我想同意說 那一些討論 那其中分證就是說 所控宗保證是一種態度 還說自己要七個 你怎麼剛才沒有在想一個 這個控宗保證 再講一句 台灣哪一個人不保證 其實我實在不太明白 第二個就是大家要簽臉書書 才叫做不投降 那是不是寫完之後是有什麼小記憶 他如果投降了 他要接受什麼懲罰 要寫大家跟誰寫的保證 現在就可以寫 寫完之後呢 重點是台灣打一個就好 我覺得不要再製造相關的罪證 台灣希望 我覺得應該要在內部 大家都團結 每一個人都是同一種保證 但是他團結保證 一樣要面對世界 一樣要有向國際 所以這件事情是 不是只有在這邊 我自己的一個人 我們馬上 誰都可以簽 台灣人每個都可以 誰都可以簽 誰都可以簽 我也不相信誰會簽 等天講會 想要簽 你受訪的時候提到說 藍綠沒出席 掛其實就想要選票 所以是認為現在 目前選戰 陳時空中跟蔣萬還不夠努力嗎 那另外怎麼看外界分析說 您目前好像走的是 打成忽略獎的戰略 有這樣的戰略嗎 我覺得 我昨天講的 藍綠 只想現在 這麼早的時間 就在搞氣房 去沒出席 因為他們不想努力 應該說 他們只想分別人的錢 不想自己努力去賺錢 所以重點在於說 你不想努力 然後就希望別人 只分錢給你 這樣子就是 一個沒出席的錢 有人說你是故意忽略那個萬安 然後說要當反制政黨的代言人 我們 我現在是 我到現在為止 說話 分做事都是就是論事 把事情做對 把事情做 把事情做好 但是 每一天 我關心的是 是臺北市民的問題 我覺得奇怪的是 為什麼他們不願意變 那你怎麼可能 大家在講 那你跟小萬安這邊 都在講 什麼會仇恨這件事 應該是說 臺北市民 我們爭取的是 臺北市民的任務 那臺北市民有什麼可能 我們本身來 我本身也來自行政策 但是 針對市民的 重點在於說 對臺北市做的那些事情 可以進行的 就是市民不是我們 主動強度 都可以強調的 黃沐今天開始在臉書分享 主動分享行程 是希望號召更多支持者 拼聲勢嗎 那另外傳出目標是 九月底前民調要破三成 有信心嗎 我們每一天都在努力 每一天都在爭取 所以 呃 我們公開行程是因為 有很多支持者說 記者都知道 那他們不知道 我們知道 大家把公開行程的 他們都知道 有一些朋友 他們可能就就近 他們會想要來幫我們加油 那另外 我們本來就是 每一天都要 當然會設定目標 但是對於設定目標 就是要持續努力 你不能只是 等天上掉下來的東西 因為這個陳時中 陳時中部長 他的臉書不斷來出包 那昨天這個道徒 他解釋說是物質 有人說 就是道徒啊 那這個說法好像是 又發明一個新名詞 還是你覺得這樣 可以接受 看到會覺得有點好笑 為什麼自己吃了 自己都去吃了 還不能自己拍 我常說 就是我是一個媽媽 我都會覺得 你會用什麼 什麼東西去教小孩 你就跟小孩 看到這個狗 你會跟我的小孩說 這種事叫做故事 你就是要說 你就是 用了別人的狗 對不起就好 需要特別去解釋 第二個就是 你用什麼樣的標準 去教小孩 就會知道 你要用什麼樣的標準 去告訴事 對 而不是自己 犯了錯 就犯了錯 認錯沒有那麼困難 或者怎麼看好像 綠營從昨天開始打 您說祖籍是湖南這件事情 我的祖籍是湖南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他的祖籍 那我現在的祖籍 我現在的湖南叫做內湖南港 就是內湖南港 我在台中出生 我在高雄長大 我十五歲到台北十年高中 一個人在台北打拼到現在 所以我在台北又服務了將近二十四年 二十一年的議員 三年 快將近三年的股市長 我成長在台北 所以台北就是我現在的故鄉 我不明白現在還要去攻擊別人的組織 那台灣很多的人 他都有自己的東西 那重點是我們現在都是 可以教大家 陳時中先生也只當過幾年的衛服務部長 他對台北市的了解 我相信他現在應該都還在上課 那他對整個城市的規劃 也之前就是可能一小塊一小塊 還沒有看到他整體未來的整體的變化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他還是先去俄補一下再來說吧 黃沐昨天提出這個智慧城市政見 但是被吳思瑤批評說 只是把iVoting重新包裝 就當新政見 還說台北通的各自問題 沒有辦法解決的話 恐怕會雷聲大於一點小 你怎麼回應 我覺得他們是沒看懂我的記者會 現在是元宇宙的時代 台北市我們會把這個部分 將來變成智慧恐懒 那公共政策的討論 本來就是希望有負責任的言論 所以實名是實際上有言論負責 你要用匿名也是可以 只是你在實名的時候 你不會被相信 他是一個 希望能夠建立一個健全公共討論的平台 那iVoting跟相關的部分 開放政府全民參與 我想也是台北市 目前維持在全國 我們應該是最在先支持的 我們都已經走在很前面 他們可能還在停留在後面 我們是覺得說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請他們繼續 不在後面 我們就跟他的 謝謝 中央說之前訂購了三千五百萬劑的莫德納 但現在疫情都可能要爆發了 對啊 我們就是 我們這個是有正式的風格 所以 重點是在於說 你都說你買了 但是他就是美金買 這就跟去年一樣 你都說你買了 但是送的比 送的到的 比買的還要多 那百姓 我還記得 大家不是當時還排隊跑白米去搶監 重點是疫苗美金來才造成不行 這個事情我剛好想要講 去年這個時候 他們對於疫苗 然後民眾在 飲受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那是一種 活動的 這件事情是 我覺得這才是心態可能 OK 謝謝 謝謝大家 他是澎湖浮澎喜來 跟酒店推出的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 像是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再加分